開始討論第七章 Sampling 讓你知道一下我們現在在哪裡 現在已經走到下面這裡 從上面第一章第二章 一直走到第七章下面 第七章要講什麼 這頁是第六章我跟各位說過 我用GreationStorm HighDomain跟FrequentDomain 來跟各位說明 左邊這邊是TiDomain 上面是ContinuousHigh 下面是DiscreteTime 右邊是FrequentDomain 上面是ContinuousHigh 下面是DiscreteTime 第六章在討論的是 TiDomain跟FrequentDomain 這兩個之間的關聯性 所以在TiDomain出現什麼事情 在FrequentDomain 應該也會出現 對等的 類似反比的 導出的關係出來 我們還是一樣 Continuous和DiscreteHigh分開來解釋 第七章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ContinuousHigh跟DiscreteHigh之間的關係 因為我列在這邊的兩組 ContinuousHigh和DiscreteHigh 它們有相似之處 什麼叫相似之處 就是外觀看起來一樣 上面那個SyncFunction 或下面這個Found4 SquareWave的Found4 外觀看起來一樣 DiscreteHigh就是上面 ContinuousHigh 好像一段間隔一段間隔 取一個詞 這樣的結果 它在TiDomain有這樣相似之處 在FrequentDomain FrequentDomain 你看上面是ContinuousHigh的 下面好像也有類似的地方 就是它好像重複出現 然後周期是2拍 因為這是DiscreteHigh之間的關係 這個關係怎麼來的 這是第七章 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 就是把ContinuousHigh之間的關係 再把它串連起來 這項其實是我們整個會講的部分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是 左邊跟右邊 ContinuousHigh之間的關係 第六章講的是 TiDomain跟FrequentDomain之間的關係 好 那這一章我要跟各位講什麼 有下面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 我怎麼去找出ContinuousHigh的 我有ContinuousHigh的訊號 那我要找出一些代表性的ContinuousHigh訊號 什麼是代表性呢 因為我用取量點 因為ContinuousHigh是一個連續的時數軸 我希望找一段時間取一個點 一段時間取這樣的一個Sample 然後來表示ContinuousHigh的訊號的關係 這是第一個部分 我們要找出所謂的Reorientation ContinuousHigh 然後找出它的代表性的一個訊號 然後我們會介紹一個定理 叫Sampling Theory 那這樣你可以把它所謂取量 找出一些代表性的離散的點 雖然我用離散的點 但是不是DiscreteTime 不是離散的時間 還是ContinuousTime 我要怎麼還原 所以第二個部分我要告訴你說 我怎麼Recontract 我怎麼還原出原來的這個訊號的東西 從你做出來那些取樣的點 那些離散的一個個點 去做這樣的結果 好 那第三個問題是說 如果取得不好之後 會發生一件事情叫Alice Alice Alice 叫失真 失真就是你看不到真實的結果 我可以看到另外一些虛幻的 不能講虛幻的 不能講虛幻的 就是不一樣的結果 這個部分都還是ContinuousTime 這個都還在ContinuousTime的Title面做處理 雖然我取了 等一下你會看到我取了一些離散的點 但是它還是在ContinuousTime的時數 無限時數的時間中 現在第四個單元是 Discretite Processing ContinuousTime Signal 再來是說 我要告訴你說 那我真正處理訊號 是在離散的時間 就是數位運算處理器 它是一個離散的時間 那我到底怎麼去處理 或怎麼去設計 所以這是第四個單元跟各位說明的 好 最後一個單元是 那離散的時間 離散的訊號可不可以再取樣 那可以的話 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OK 這是我們這一張 裡面要跟各位說明的幾個重點 好 首先第一個 我要找出一些取樣的點 來代表 連續的這個 離散時間的訊號 課本舉這個例子 我有三個 X1 X2 X3 T OK 這些都是T 所以我這邊畫T 就表示它是時數 T是一個時數 所以它是ContinuousTime 好 那第一個單元是所謂的regrantation 那意思是說 我希望找到一些Sample Sample 就是一些取樣的點 那你怎麼做呢 那你可能說 那我找每格大T這個時間 我取一個點 好 那如果我分別去做 我下面都有畫格子對不對 那你如果分別去做 你會得到什麼結果 你會得到右邊的這一組 如果你取一個大T 間隔是這個 我這邊畫了一個 每大T取一點 每大T你會得到右邊那一點 好 那我再強調給你 這是時數的T 好 那取完的這些叫做Sample 我就寫出來 那每一個我都可以寫 S1 of KT S2 of KT S3 of KT 那這K當然是屬於整數 大家看得出來是第一個 一個D0的T 第一個T 第二個T 第三個T 或負一個T 負兩個T 所以K是整數 它下面就是這些離散的點 所以我這邊寫了KT KT 就是一格一格可以算的這種東西 但是我還是在實數線 這個還是T還是實數線 只是說 我把它有點量化成取樣 然後找出這樣的數據的東西 那你當然第一個問題問說 這樣取樣 我是要找一些代表性的取樣點 然後能夠代表原來的 Continuous Night Signal 那你看這些離散的點 這些黑色的 紅色跟藍色的 你覺得好像還看得出來 原來的訊號是什麼 趨勢或什麼 如果你把取樣點拉長 這時候的T變大一點 這個周期 這個重複出現的時間拉長一點 OK 那你得到的是右邊這個 一樣我是KT S1 S2 of KT 然後你注意看這三組 怎么变得好像 你只是把时间拉长 每个大滴取掉 你画出来现在右边的三组离散的点 黑色、红色、蓝色离散 好像看起来很像 如果你把它摆在一起 第二次我做的 用比较长的时间 大滴去取周期的时候 这几个刚好是重点 意思就是说 虽然我有一组不一样的 Continue Site讯号 然后在某一些机缘之下 选举的那个周期 取样的那个时间 重复进那个周期 有可能会变成 取样的那些离散点是一样的 那一样的缺点是说 我不是说我要找一些代表性 原来的连续的时间的这个讯号吗 但是如果取样出来是一模一样 那表示说有问题 你没办法找到一个代表性的去表示 因为还是这个字 Representation 这是一个代表性的讯号方式的东西 所以这存在了一点点玄机 到底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下期待一下 我们下期待下期再见